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Hello 同学们好 这节课咱们主要学一下咱们DIVA里边的这个MOK数据 那我们项目都已经启动了 MOK数据都是在哪做的呢 这里边有一个MOK的一个文件夹 就是你在DIVA初始化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然后我们找到它 然后在里边咱们就做一个这个模拟接口 在这新建一个GS文件 比如说叫testtestmook OK啊 在这写一个GS文件写到这 OK 妥了 然后写这样的一个GS文件之后呢 咱们现在打开这个代码啊 刷一下 然后这里边的话就多了一个testmook的GS 然后呢 这个时候咱们就去找一下这里边的一些写法啊 注意 那这里边怎么去写呢 首先咱们写个model啊 model 然后呢写个espurt OK inports 然后等于一个这个画空号 然后咱们在这里边去暴露啊 然后首先你注意啊 这个是咱们的固定写法啊 比如说我首先写个get啊 注意咱们写个大写的这个get 然后呢 后边的话就是咱们的路径 比如说叫-api 是吧 然后这个的话注意啊 这是咱们这里边不是代理啊 跟代理那个没关系 我就是做了一样的一个东西 get的方式啊 gip API 然后叫什么呀 叫做这个testmook啊 这个是testmook啊 不是testdita吧 OK啊 叫mookdita吧 mookdita 好吧 叫mookdita 然后我就写了这个 然后冒号 然后后边的话 我们就是给它传的这个值 我们就直接写个这个啊 这里边的话写一个这个间动函数 然后写到这儿 然后呢 这里边的话就写一个这个啊 好叫什么呀 叫做这个请求 还有响应 res 然后呢 这是req res OK 妥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儿的话注意啊 我们在这儿是去拿到这个req 是它的请求 打印一下请求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的话 还有个什么呀 响应 好吧 OK啊 响应的话就不用打 打印了 咱们就打印一下请求 我能拿到请求的东西就行 然后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就直接res 然后send send 然后send 的一个什么样 send的一个这个对象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 直接叫做name 等于这个 啊 喜阳阳 是不是喜阳阳 喜阳阳 好 OK 我就 我就说了 反正这样的一个对象 或者说 不行 老这样太幼稚啊 message 然后在这个位置 咱们就写个这个 叫登录啊 登录成功 好吧 OK 保存 然后现在的话 我就相当于是做了一个 默克的数据然后后边的话是一个函数 这里边有一个请求 有一个响应 那现在的话 当我接触到这个get请求的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给他享用一个json 叫登录成功 好吧 那么保存一下 我们现在就先放到这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去 怎么去调用到这个东西呢 好 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就去写一个 嗯 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这个位置定义了啊 默克这个位置定义了 好 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是找到这个 这里边 你注意啊 我们现在这个 默克里边去写了一个js 这里边其实 其实咱们这个写完之后 在这啊 把这个都关了 又容易看着 又懵啊 咱们现在的话就回到咱们 TestMoke这个位置 注意这里边其实什么都没有干 就是一个字符串 然后里边一个函数 一个这个 那就完了吗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去找一下 咱们最下边有一个叫什么呀 有一个这个 这个默克的js OK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这里边有个 Eport Default的暴露 对吧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来个什么呀 点点点 是不是一个扩展印象符呀 R E Q U I R E Requered Requered 然后呢 括号 然后在这里边去 去拿到咱们那个js文件啊 就是这个叫什么呀 当前目录下边的这个什么呀 叫Moke Moke下边的这个什么呀 TestMoke OK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 OK 这就妥了 然后呢 这就相当于注册上了 注册上了 然后咱们就去调用它 还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咱们得到 IndancePage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来发接口 还是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来这个叫什么呀 在这写个叫做这个测试 测试Moc Moke数据 好吧 然后在这个位置 我们来试一下啊 在这儿 那 在这儿的话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一步的话 注意啊 我们再来捋一下 刚才的话 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js 然后在这儿建了个js 然后这里边的话 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接口 然后呢 我们就将这个js引到哪呢 引到咱们这个Moke的js里边 然后呢 Requered 把这东西都写到这儿 然后第三一步呢 我们现在就到哪呢 到咱们service里边去注册一下 到这儿啊 注意还是一样的 在这儿啊 咱们来注册一个Moke接口 在这儿写上啊 叫注册啊 注册Moke接口 OK 妥了 然后放到这儿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咱们接着继续啊 就在这个位置 咱们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叫做这个MokeDate OK 放到这儿啊 然后呢 现在的话就写到这儿 然后这里边的接口 注意不要用这个了 不要用这个了 就是这个这次调用 跟他这个代理没关系 所以说呢 咱们就写个这个 然后呢 叫什么呢 叫做咱们这个test 这个是爆什么红呢 我看一下啊 单双引号问题是吧 好 然后在API 然后这里边的话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这里边的定义啊 在咱们这个MokeDate 里边的定义 在这儿啊 这块的话 是不是叫API MokeData 对不对 好 保存一下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咱们到这儿啊 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把前面干掉 拿过来 保存一下 然后保存一下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先过来啊 这时候接口已经注册完了 然后咱们回到 先测一波啊 先测一波啊 在这儿啊 index这个位置 好 我还是把它打亮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从API 下面去测试这个 Moke的接口啊 走API 然后这个里边的话 去测试一下 Moke的接口 这个里边在 咱们这个里边 是怎么写的呢 咱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咱们的MokeData 然后呢 在这儿啊 好 走 然后呢 括号 然后在这里边的一个 诶 不对啊 后边接了个Zin嘛 是不是 好 T-A是EinZin Zin 然后这里边的话 就写一个这个 等于这个 坨了 到这儿 这是一个监督函数啊 好 然后呢 在这儿去取一个RES 看看能不能拿到 这个返回 好 走啊 好 在这儿去取一下RES啊 保存 保存 刷新 OK 走 刷新 走 出来 看到没有 是不是拿到这个登录成功 这个东西了 其实Moke非常简单 好 最后咱们再捋一下 它的节奏啊 那首先第一步的话 我们先在Moke里边 去建一个GS 这里边的话 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格式 去写这样的一个请求 后边的话 是一个函数 然后第一个参数的话 是请求 第二个的话 是这个响应 然后呢 我们直接响应了 一个登录成功 这就是我们定义了 我们的Moke接口 然后定义完之后呢 我们在哪注册呢 在咱们这个里边去注册 然后注册完之后呢 OK 就放到那 不用管了 好 注册完了 就相当于是 现在它已经合法了 这是一个Moke接口了 然后呢 第三一步的话 我们就去哪注册呢 第一步啊 建立这个GS文件 第二步的话 我们在这注册 第三一步的话 我们就去哪呢 去咱们这个service里边 然后我们就去找到这个 注册Moke接口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就将我们 刚才注册的那个接口 给它当做一个请求 给它写到这个位置 然后写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调用它了 明白了吗 这就是我们这个Moke这一块 好 刷新走 OK 数字画的时候 就去调用它 那其实我们现在 是在哪调用呢 是在咱们视图这个位置 去调用这个Moke接口 那这个接口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在咱们的 这个Models里边啊 Models里边去通过这个 一步的这个 这个Core去调用它 调用它之后呢 再去这个通过这个Poot 去把它给这个 触发这个Action 去修改相对应的数据啊 其实这个是非常这个简单的啊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教程 整个的话就是一个 Diva的一个入门 所以说呢 包括路由怎么创建 着重讲了这个路由创建 包括咱们这个阿亚克斯 包括咱们这个几个东西 好 有一个命名空间 一个状态 一个Reducers 这个里边不要去写逻辑 关键的话 主要还是去修改咱们Sleet 里边的这个状态 然后这个里边的话 一个Poot的话 你注意Poot的话 就是可以发一个Action Core的话就是可以发一个请求 明白了一个异步的一个请求 一个异步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 就是有一个叫Subscription OK 这个里边的话 就是可以注册一个监听 这个名字其实无所谓 我们就在这里边注册一个监听 我们当这个 比如说当路由发生改变的时候 我们可以Dispatch 去触发咱们Reducer里边的一个方法 OK 这就是咱们Diva点这个 这个JS的这里边的全部内容啊 咱们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框架的话 还就是让我们了解一下Diva 他到底是怎么做的 因为这个毕竟是大厂出品嘛 麻烦金服出的是吧 然后呢 市面上很多这个React项目里边 都内置了这个Diva 比如说Coreter React App 也内置了这个Diva 所以说呢 你不能说你到公司里边 你打开一个React的项目 你看不懂 对吧 这个是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我建议还是非常有必要啊 学习React的同学 当你学完这个React 学完Redux 学完Redux Redux上可之类的那一套子 操作之后呢 你再来看这个Diva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非常容易的去接受这个东西 所以说 还建议啊 就是前端还是一个需要不停去学习的一个岗位 那么 这个视频的话就到这里啊 也感谢大家观看啊 好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